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见到 约了超人 很荣幸 约了超人 来帮我们的忙 那你讲讲 我们讲电影 讲一下就轻松一点 真是很荣幸 你知道我从荃湾出来 搭车来到柴湾 所以没什么机会 不可以太多机会做 时间多长 有些很特别的东西分享一下 就上来跟大师聊聊天 今天我想讲一下电影轻松一点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七人乐队 我觉得很特别的这部电影 很难得可以在香港有这样的电影出现 好像特意是拍给我们这个年代的观众看的 我先讲一讲 七人乐队没看过 等一会儿我再讲一讲 你没看过的 好像大家无间道那样 抽一张牌出来 大家都没看过那张牌 七人乐队其实就是 杜奇峰找七个他的导演 同期的导演 每人拍十分钟 组成一部电影 其实之前他都搞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作品 就叫做《铁三角》 就找了徐克林领冬 杜奇峰包尾就拍了一部《铁三角》 就很有趣的 就说大概个主题 大家拍二十分钟 你不用理我拍什么 总之你就接下去就可以了 那部《铁三角》出来 都挺温然天成的 好像大家有读过了 很有机理 现在我看那部电影 我有看过 但我忘记做电影 现在他就找七个导演 就拍七个年代 你自己喜欢拍什么就拍什么 就是对于香港的感情 好像写给香港一个 你对这个地方感情的一个小品 那七个导演 包括洪金宝就拍五十年代 许安华就拍六十年代 谭家明就拍八十年代 本来七十年代就有个吴雨昕 但吴雨昕那时身体健康一般 就没有接到这个工作 九十年代就圆和平 那二千年呢 就《杜奇峰》拍拍 那接着就是《林领邦》 然后就《徐黑》 那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自己就感觉就相当之澎湃 好像是特意拍给我们 这个年代的观众看 因为我们小时候 七十年代 青少年的时候 在电视就是看这帮导演成长 我们开始看电影 就是看这帮导演 就是许安华 谭家明 林领东 他们电视我们已经看了 跟着他出来拍电影 就是我们跟着就 电影发烧有 然后他们的那些戏呢 《洪金宝》 《杜奇峰》 《徐黑》 《袁和平》 许安华 他们的戏 我们是看是 步步都看过 一步不留 直接跟着我们成长 是不止一步 不止看一次 然后我们 大过了 进了电影圈 认识他们 跟他们一起来度剧本 平时接触之后呢 现在看回他们这个七人乐队 说他们自己 怎么对香港 过去他们那种感情 感觉就拍出来 就很难得 因为通常我们 入电影圈拍香港片 老板交来 或者导演交来 一个命令 就是 你收到人钱 就千万不要 害人投资者 就不要拍自己的东西 就拍给观众 喜欢看的东西 所以这次很难得 就拍自己的东西 是我们不用管观众的 其实到最后 你拍观众 我喜欢的 除了你 黄珍珠也不识 其实周时会更坏 是的 你只是周时会更坏 因为就算作家也是 写教父那个 Maria Pochel 也是 他说写这些 马飞亚党小说 这些观众很喜欢看 他说我弄一部 我自己很喜欢的题材 我写回去 那一部就不要看的了 其实你作家写自己的东西 难免忽略了一些读者 这部我就 我觉得很好看 很难得他拍自己的东西 全部都是大师出手 你觉得大不大压力呢 比如说我七个导演 然后凌亚党二十分钟 这个是《华山论剑》 这七个都是厉害的 是的 《华山论剑》 这七个都是厉害的 他那个年代最厉害的七个 其实我大约再说 这部本来已经有八部半 我不想半者来 因为最初是仇掌八个导演拍的 八个导演 有一个就是 其中一个是哪个 其中一个就是吴宇森推出了 所以就改了做七人乐队 其实吴宇森身体不好 八部半是怎样的 大家要听一部电影叫八部半 就是说 阿费利尼的一个经典作品 就是人家说 阿费利尼就说 我就拍了八部电影 现在这部电影叫八部半 为什么半部呢 就是我拍了八部电影 然后当我扣丝 第九部的时候 我就未扣丝完成 我就在这个空档里面 我就拍了这半部电影 这半部电影就有酝酿下一部电影的时候 有一些很零碎的感觉 很零碎的创作材料 所以八部半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他本来叫八部半就是说 希望大家八个人 就是类似的 当我们扣丝下一部电影的空档的时候 就当这里是半部电影 所以可以不是这么商业 可以很零碎 很没什么意思 很有自己的灵感 这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在八部半 我有啊 我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他拍什么 很意识流的 所以 也有很多解读的 那譬如 但我觉得 我自己看的时候 当然我整班朋友 坐在一起 大家都 大家都论七人乐队 各有看法的 林几涛是林几涛的看法 就是这个导演 呼应到以前哪部作品呢 这个就是对香港有什么看法呢 那我就觉得 我自己就用一个很文学的角度看 就是我觉得 整部电影就好像混然天成 虽然大家没有 我又拍这个 你又拍这个 没有 譬如第一个 洪金宝 哇 真是大哥大 真是好 他第一句对白就是这样的 我是洪金宝 是这帮人的大师兄 现在剪了天台 50年代 七少傅 起班经纪 他再拍过七少傅 就是在一个片段 在天台中练功 那个叫袁晶 在那里看水 接着跟着师傅出场 怕他们怎么练功 骗师傅 偷懒 这些片段 真实的 我红金宝经常都说过他小孩的时候 怎么会报肥呢 就是有一次被人罚 整断 手倒立 整断 一只手 念不到功 然后就肥了 那 但到最后结束了 真是好 结束了 十分钟左右 就很短的 他说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见回红金宝的样子 现在的样子 往事只能回味 哇 你不会看到有一个大师的红金宝 他这样拍一部 很轻骗的小品给你看 就是很舒服 就是很红金宝 我们认识红金宝 他从来不会在电影里面 这么真实披露他自己 就是生活 生命里面的最有感觉的片段 那你就觉得感触 大哥大真是 好像跟你聊天 还有开张和结尾就很有霸气 就是写的文章都知道 第一句我就说 我是红金宝 V.O 接着就自己现身 整个处理都很特别 接着就许安华 许安华就拍了一个60年代的教育 我觉得又很厉害 又很文学 就拍了一个教育工作者 吴振宇就做校长 就像天堂小学校长那样 一个教师就说马赛 那他第一句真是很棒 就是谈花一言 这句句字怎样 然后整个电影就是谈花一言 到最后 整个片段这两个教育工作者 一个校长 一个马赛 在电影里面从来没有交流过 是从来没有对白的 是大家各自一个在改卷 一个各自帮学生有批作文 其实两个志同独合的教育工作者 在60年代 怎样专心一致 为我们香港那些小孩的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到最后我不剧透了 到最后他们的感情完全没有对白 很低的 很含蓄 你知道去安华是英国文学的 整个电影好像拍了英国文学那种含蓄的感觉 很压抑 但是又为了教育的理想两个人 很棒的 这些是原来去安华 他50年代 他60年代觉得 香港的教育制度虽然这么贫乏 但是就有一些这么有心的人 为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作出贡献 至于感情爱情 他用檀花的秘语真是好 到最后那句真是诗一样 檀花是一定会现的 无论你看到和看不到 他都是照现的 你可以引生为了爱情感情都可以 所以整个电影可能时间已经太多了 逐个讲完都没时间了 你可以逐个讲完 逐个讲完都好 都得临理晋词 因为本来我预备去讲 不如你讲完 接着我下一部再讲 好 那谭家明 谭家明看的作品很熟 现在我偶然也看回CID 七类星的TV Super 他这次写80年代 就讲得对80年代 将要一个女孩将要移民 整家搬走了 叫回男朋友来 在屋里独库 叫做最后一夜一夜 其实他写什么呢 他以前访问时都说过 我要拍一部电影 纯粹是讲爱情 很单纯的 什么都没有 究竟男女 他笑男少女最纯真的爱情 最纯的爱情是什么呢 他当然拍不到商业片 他那时候举了个例子 他想拍钟晓阳那部小说 好像叫做楼莲 他写得挺好 很少人这样写爱情 写得这么单纯的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就像 拍一个很单纯的爱情 爱情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笑男少女 那个女孩要移民走了 约个男朋友来到家 就在那一晚 他们在那里反反复复 拉拉扯扯 生生死死 真真假假 斗斗前前 就搞了一个什么爱情 他们没有利害关系 没有冲突 就是笑男少女很单纯 他就是这样去写一晚的爱情 很有趣 很欧洲风格 就去念诗 念一些现代诗 什么爱情 是好像诗 在念诗 你觉得是没有这么办法 这个就对了 笑男少女的爱情 就是这么办 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爱情 都没有涉入这个人世间 以为就是爱情 念码这个新思 就当是爱情 最神来之笔 他就做了一部MV 一间房子 做了一部MV 就是欣楚善的 什么七月雨中 什么港湾 欣楚善的 不知道什么港湾 很神来之笔 因为我们八十年代 就是听这些日本忠词的香港流行曲 你说如果有什么隐喻 那当然有 就是这个年代诗 那个又念英文诗 那其实真正 我们香港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这些 日曲忠词 就是爱情 挺有趣的 如果我们的年代看这些 就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水 那接着袁和平 就九十年代 叫做Homecoming 就是说又是整家移民 然后就走剩下孙 孙子陪马爷 陪了几个月 那两爷孙子在那里 住了一个多月 很典型的香港的故事 有一个处境 爷爷是很中国化的 黄师傅说武德的 孙女是很西化的 要吃汉堡包的 爷爷说不要吃油炸鬼白粥 很典型的一个这样的 中西文化 新旧两代 爷孙之间的感情 到最后当然是 露两手了 袁华做 其实这个很有趣的Homecoming 就是爱爷不走 就是一个 没有功夫的大师傅 我觉得有点很有趣 爱爷为什么不走呢 就是 那个是袁和平 就是你当代入袁和平 袁和平 就是在香港导演之中 在美国荷里活 鑽城 是最成功 最有钱 最出名的一个 是他做得最棒的而已 但是他写Homecoming这个话 我都不喜欢去美国 我喜欢在香港 虽然偶然偷吃孙女 几口汉堡包 真的挺好吃 不过都是喜欢吃白粥 我觉得有挺有趣的 伯爷很少了一些温情小品 好了 接着就是 杜奇峰了 杜奇峰就很厉害了 真是很厉害了 完全秉承他那些非常突然 那些暗花的感觉 黑色幽默 他是拍三个男子 两男一类 一拍同一间茶餐厅 就是有老舍茶馆的味道 同一个茶餐厅 三个年代 一拍就是 是2000年科网股 三个年轻人在炒股了 这东西升到 爆发声了 升下升下买了 又升下买了 什么时候买呢 买不买好呢 买到最后都错过了机会 接着科网股爆煲了 好了 2003年 又是这三个年轻人 又坐在一间茶餐厅那里 又要买楼 沙斯掉到 哗哗哗哗声 买楼 买楼 喂 不要住 还跌着 遲些再买 不要抹着 还跌 跌到最后 都是没买 你又错过了 到了2008年 雷曼事件 又是这三个年轻人 又坐在茶餐厅 又在那里 喂 爆煲了爆煲了 放不放 买不买 又是错过了 即是 到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很 如果我们看一些文学的 讲一句 哇 很卡夫卡式的荒谬 你在那里选择 到最后 你不及时代的选择 到最后 你不敢选择 是你自己玩自己 你不要怨人 那时代就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但是你 给你选择 选择的荒谬 到最后 谁赢谁输 那我都不剧头 就自己去看 但是真是高手 即是最稀剧性 最有趣味 最有反映到 这整整20年 香港人的心态 你面对一个这样的时代 你所谓任何人为的努力 到最后 你都觉得很荒谬 谁你觉得拍得最好 其实是很难说的 变成了七个 七个都是大师傅 就是各有中意 那你以为戏剧性来说 当然是最顺手黏来 就是杜琪峰很好 那混言天成 就是红金堡 还有戏性 不过我个人 最喜欢就是这个 林领东拍的迷路 迷路真是好事 即是他拍任大华 跟龚慈欣两夫妇 那他们就约了在中环某个地方等 那任大华这个老乡 在大埔就是这个老乡 出回去中环 拿着电话 老婆子女说 在中环戏院 是不是中环戏院 完全不懂路 那当然是说 因为他乡下 出去中环 但是他以前是懂的 等于时代变迁得太快了 跟他以前的东西完全 是对焦不了 直接迷了路 那他好事的杜琪峰 林领东 在那里说 这里本来是 维多利亚说 新的 旧的 他对比回 这里中环娱乐 娱乐器院 娱乐器院 他对比回 每个地方都对比回 因为他的角色 是喜欢拍照的 那你就很有感觉 而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两样 第一 阿东沙很少拍得这么超现实 他是跟死者对话 就是 常常有跟小小的爸爸对话 现在在大会堂是这样 这里是这样 到更加有种预言的感触 感触就是 到最后 因为迷路 这个角色 任达米的角色 是意外地死了 变了死了 那你有一点很悲惨 就是因为七个导演里面 那是东沙就过了身 那东沙很少有这样的 因为他是不会拍爱情的 他是动作和影像的 那常常是动作的 走来走去又有影像 那他就拍了一段这样的老夫老妻的感情 就是他老婆在埋怨 他说 阿东 你拍这么多电影 全部都是追来追去 动作都没有爱情的 那 阿东沙说 你都嫁了给我这么多年了 有鬼爱情吗 怎么拍都没有爱情 如果有爱情就危险了 如果我还有爱情就危险了 那他这段就拍过 龚慈欣 你怎么看那个老公 就是你浪费看回 他不是拍这个任大华的爱情 反正回这个老婆 怎么看那个老公的爱情 那他是 就是那个老公做什么都不喜欢 到最后 就是那个老公就是动作 影像 还有就是我们讲笑就是粗口 就是他不让那个老公讲粗口 那么 就是 所以很有感觉 就是我个人以感觉来说 就是说 林领东最难得 我刚看了影评 他也是说迷路最好 我刚看了影评 最好 他那个人也是觉得迷路最好 就是你最后没见过 他说粤和平的回归最好 那个人 那就是平实一点 但你 但他就很平实 漂浮很差吗 我去那天去买飞体 95元 老人 我不是在买的 老人飞了就 七十元 只有七个人看 就是七人乐队了 七人乐队七个人看 因为人们不知道七人乐队是什么 是什么 这种招牌导演 香港的黄金 软实力最黄金时代 收了两百万 那 都不要算票房了 没得收入了 但是台湾是收了千五万台币 千五万台币 就是回到五百万左右 这很难得 是啊 所以台湾既然可以 香港人都不捧香港人 是啊 台湾 其实这个呢 又卖香港软实力 就是我路友 几图说 你看那个poster 全部都是一些灯光招牌 来的 就是很多招牌 很多招牌的poster 几图说 这些就是说我们香港招牌导演 其实这个是卖香港软实力的 所以林建岳啊 是英记一工 就是他是班水 给杜奇峰 叫这七个导演拍的 他是愈蝕的 我愈不责 但是 他不是为钱 这个是为了香港的软实力而拍的 就是我们还有feel 香港电影就是这些 我们都是为香港软实力而拍 是的 为了香港软实力 还有我们的软实力 软实力 当然他自己很自我 就是有这个存在主意的 就是找尋自我的风格 一来两个精神病院 就是慢慢一个套一个套下去 那到最后那个镜头 整班导演出来 有注解的 就是昨天和几图聊 大家说究竟大家找些什么注解呢 他一个镜头临到精神病院 结束之后 随刻就自己和许安华后的整班导演 他说软软在那边出现 他说几图 你知道这个镜头 随刻一定要拍 就是说这帮导演走出来 他是支持我的 就是我根本就是 导演是支持我的 我是导演和导演之间要支持我的 要支持的 是什么呢 因为当年1980年 随刻拍的第一类危险 过不了电键 禁片 要在这里改 那其中一个情节要改呢 他本来改了一帮年轻人 他一模拟头去放炸弹 搞到城市 你已经拔走的 是无意识的 因为说无意识很危险 就是不让他过 他硬要开一场政治部 是有政治原因的 就是美军进来搞事的 就找到当时最出名的几位导演 就扮演政治部开会了 谭家明啊 张国明啊 就是那些 这个呢 就开了 就是香港电影界很特别的 你有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年代 大家导演出来 不要紧 周显 我支持你 我帮你 不让你通检 有什么办法我们都去检 我去改剧本 就是大改 那怎么找演员呢 导演自己做回 那你对到那个镜头的框框 那些导演全都出来了 就是很手腕伤 就有共负因压 所以香港电影界呢 真是在东... 大陆人就很羡慕 大陆导演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一说 《浩门夜宴》 《华冬水灾》 那些导演就撲出来 免费 台前幕就义务就去做了 那些很多事都是这样 一人插戏 一人插戏 2003年 1比99 那导演就 电影界就撲出来 就很齐心 别说钱 齐心 内地就很羡慕 很想做这件事 那就算全世界都没有 《浩门夜宴》也就没有了 那这一个镜头呢 我们看到就很有感觉 到了最后 你不要管 就是 《去安环》也好 《卓黑》也好 我们的导演 我们的电影界就好像这框框里面 就是这么齐心 就是 你有一样一说出来 就一枯八片的了 那这件事很难得 如果是承传下去 很多技法 很多心态 很多创作 都承传下去 但希望这件事就是 有什么事 有个框里面 大家一起共赴一握 一起深合力 去做成一件事 好像这件事 我想大家 虽然说 投资很大 明导演可以这样出来 七个人玩一部电影 这么坦诚 这么真实 不是为了市场 去拍一部 讲香港的电影 对香港感觉的电影 这个就不是票房 这个真的是 软实力的 我就很感觉 很开心 真的很难得 这样的电影 虽然不是叫八部半 叫七人乐队 不是讲音乐的 但是真的要捧场 看完之后 大家分享多一点 可以解读 这部电影很过瘾的 你有空去看看 很过瘾 很舒服 没问题 OK 那今天就这么多 好了 拜拜 我看完之后 不过瘾的 我看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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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